- 欢迎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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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弟弟今天把自己穿成一个奥利奥, - 黑白配色! - 专门有新为品牌做这样一个? - 当然,肯定是的! - 大家可以评论去夸一波, - 今天奥利奥弟弟身上能看到奥利奥! - 奥利奥! - 欢迎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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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加入我们奥利奥的大家庭, - 成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 -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非常特殊, - 很有玩性的礼物, - 要送给弟弟! - 它不光有点好吃, - 也有点好玩, - 而且还非常的高颜值, - 像我们弟弟一样! - 镜头给我们一起看一下, - 三二一, - 它来了! - 哇! - 太厉害了, - 这个礼物! - 首先没想到今天一上来就收到这么大一个大礼, - 真的大礼! - 真的是一上来就放大招, - 非常感谢奥利奥, - 非常感谢姐姐! - 这个就是, -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 应该是真的奥利奥饼干拼成的一个我的... - 你没看错, - 你看出来是你了! - 自信一点你答对了! - 太厉害了! - 因为可能就透过屏幕看, - 可能还就是有一点, - 但是肉眼看真的就是真真实实的奥利奥, - 还有奥利奥的夹心, - 然后拼成了这样的一个照片, - 真的! - 我们确实非常用心地准备了这个礼物, - 用了1636块, - 迷你奥利奥饼干, - 希望弟弟能喜欢! - 太厉害了这个东西! - 我用了1600多块! - 又很有意义, - 然后又很贵重, - 同时还很有创意, - 很厉害! - 弟弟你最想吃哪一块? - 就感觉哪天就把它放家里面, - 除了可以当装饰, - 还可以囤粮, - 哪一天吃不起饭了, - 然后把这个还能甜甜肚子, - 实在饿的时候可以抢一个, - 刚刚Gray斯说用了1600多块, - 其实不止, - 我觉得应该用了3000多块, -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在边拼的时候也边吃, - 所以花了很多的奥利奥的饼干啊! - 扭一扭, - 扭一扭一半下来, - 贴上去扭一半下来, - 扭一扭, - 自己就吃了啊! - 也问一下Gray斯, - 送这样的一个礼物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 就是, - 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拼图嘛, - 所以说送这个礼物也希望能够由这个礼物, - 让我们回忆起童年时候的游戏, - 以及欢乐的时光, - 能够在休息的时间找到最真实爱玩的自己, - 嗯, - 我们知道其实弟弟日常工作也非常紧凑和繁忙, - 也希望弟弟能看到这个饼干话呢, - 可以想到我们奥利奥, - 在忙碌的工作时间, - 吃块小饼干, - 休息一下, - 开启玩心, - 享受当下,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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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h, - 说了太好了玩心大开, - 我觉得找尼将尔真的太会玩了啊, - 玩的真的很厉害, - 所以我们回头那个grace能不能给弟弟也一千六百多块, - 让他自己回去练一下同款怎么拼, - 对对, - 稍稍加个零野心。 - 这我说 Especially someone who are a專业的人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做好, - 对, - 但是我们都可以拥有这份玩心啊, - 再次谢谢grace, - 谢谢这份很棒的礼物, - 谢谢 弟弟把他收好啊, - 没问题, 请Grace先去休息一下 待会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我们 准备把它放哪里弟弟 这么大一幅 对啊 这个放哪 我现在已经在想放哪合适了 放在哪个地方呢 对 应该要放在一个家里面 就比较 进门的玄关 不不不 我觉得要放在一个 就是很好保存的地方 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干燥 然后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对 要好好保存 我们代言考虑的 已经非常考虑的很细致了 再次欢迎弟弟来到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我相信很多评论区的朋友 都看到弟弟 包括看到这份礼物 都会非常的有这个 玩心动了一下 是的 所以也要先替大家关心一下 弟弟最近在忙什么 听说一直在工作 是的 最近是进剧组了 在拍摄当中 然后正好拍摄的地方在昆明 然后我们拍 我们的剧叫黑夜告白 然后在剧中饰演一个刑警 小冉 冉芳旭 这剧名真太好了 要不你是代言人呢 对不对 对你看看 黑夜告白 对就为了代言奥利奥 记得这个剧 真的太感人了 黑夜告白 有黑有白 有黑有白 就跟你今天的配色一样 是的 哇太是 但剧组要安排好不好 奥利奥 当然当然 请大家吃 请客吃奥利奥 谢谢奥利奥爸爸们 给我出面子 必须安排 一会儿跟Grace商量一下 我想问一下 弟弟 很多朋友都听说 你演这个戏很开心 说弟弟终于演到警察了 是的 所以你自己内心 其实对于这样的 就是警察这样黑白分明的角色 很期待 对不对 当然当然 因为之前我的自己的 就是各种采访里面 也有提到过 自己想饰演警察呀 军人呀 这种就是男子汉一点的 这种角色 然后这次就是算是圆梦了 然后在剧组拍摄的时候 就是自己也会加油的 去演好自己这个梦想中的角色 那要问一下 跟这个燃警官相处了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感受怎么样 自己的这个体验 感受 就是蛮好的 但是确实就体验到了 警察叔叔们 在工作当中的那种辛苦 还有他们那种责任性 就还有他们那种魅力 所以太棒了 今天也很开心 能够来到昆明 所以我们期待弟弟新的作品 到时候能够给大家建议一个 不一样的 新的完传的一个 不一样的人物和角色 那讲到这个奥利奥 其实我相信 弟弟也跟我一样 就是从小对奥利奥 就有很深切的情感 当然 当然 因为奥利奥是从小吃到大的 一个国民品牌 而且奥利奥在我的印象里面 就是有一个 客进DNA里面的广告语 就是扭一扭舔一舔 泡一泡 哎呀 就小时候觉得奥利奥饼干 就是既好玩又好吃 嗯 就有时候就看到电视广告 就一定要吵着爸爸妈妈 给我买奥利奥的那种 真的 然后其实就是我 是一个四川人嘛 对 我们四川就还有一个很 就是厉害的 黑白配色的 哦 就是熊猫 哦 对吧 也是 也是黑白配色 然后就是也是缘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 哎呦真的 所以你看黑白配色有三宝 嗯 熊猫 嗯 黑夜告白 奥利奥 奥利奥 这三个都巧了 都是大家期待 啊 大家喜欢 大家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这个 是的 宝藏啊 所以大家把这个黑白配色玩起来 然后即便是黑白配色这么经典的颜色 但是也可以很有玩心 嗯 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玩心有关 所以呢 既然我们代言人已经亮相了 一开始我们就给大家先来安排一波福利 没问题啊 刚刚一直给大家预告 今天有很多惊喜 一会儿呢 弟弟会给大家一一来发送惊喜 那先来一波红包鱼 哎 我们要听 哎 弟弟帮我们来倒数三秒 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波红包鱼 直接就下红包鱼 直接就下 导播吧 准备好啊 准备一下好不好 那我开始了 哎 来吧 三 二 一 红包鱼来了 大家可以紧盯屏幕啊 然后抢到红包之后 再去下单 get我们今天的弟弟同款啊 相信我们很多奥利奥的这些明星产品 一定会给大家在生活当中 带来很多的快乐 那今天除了有很经典的奥利奥之外呢 也有惊喜 有很多不一样的周边 我们要请 代言人弟弟跟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我们一步到 没问题 那边 有请 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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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画面里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春奥系列 非常春天的包装和设计 氛围感 一下就来了 好 弟弟来了 我们再掌声欢迎一波好不好 哎 红包鱼开抢当中 我这手机也能抢 真的 大家抢到了吗 抢到了可以在评论区跟弟弟分享 你抢到多少 弟弟我们这边随时可以看评论 OK 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要对弟弟表白的 弟弟多喝水照顾自己 有水 多喝水 有有有有 太棒 太贴心了 好 现在我们落座了 弟弟 我们要跟大家好好聊聊玩儿心这件事情 没问题 其实弟弟自己也是一个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能够把工作跟玩儿兼顾的比较好的 年初的时候是不是 玩得好开心哦 你不会说的是我21分钟得了18分 中国记录保持者的那场比赛吧 可不就是吗 真去NBA打球 那个感觉真的是玩儿心的极致体现 对对对 就是 就那个 因为就是这个贴近主题 其实就是从小自己就爱玩打篮球这件事情 对 结果这个玩着玩着 然后就玩到NBA去了 哎呀 有点凡尔赛了 太凡尔赛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会有玩心的人 某种程度上证明 他是真正好好生活 对 我觉得就是爱玩 他就是 他就等同于是热爱这个东西 然后就一直就是 就这个东西是陪伴着我一起在成长的 对 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 多少都会有自己的热爱 不知道 评论区大家也可以分享你的热爱啊 那讲到陪伴 你还记得小时候 尝到第一块奥利奥 那是大概什么画面 几岁的样子 嗯 我觉得应该是 小学 我肯定是小学 小学就成到了 肯定是很小的时候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 就是朝着爸爸妈妈 就是给我买逛超市 一家人逛超市的时候 然后是就是看到广告人 爸爸妈妈妈买的这个奥利奥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专属于你吃奥利奥的方式 其实很多很多 就是奥利奥有一个 就最经典的吃法 就是蘸牛奶嘛 对 泡一泡嘛 泡那个牛奶吃 是一个 就非常好吃的一个吃法 嗯 还有呢我会把那个奥利奥 奥利奥碎 直接捏碎 捏碎 捏碎了过会搭配一些酸奶啊 什么的 会吃 这样吃 口感就会很 很不一样 很特别 然后还有放冰淇淋啊 夏天的时候 太好吃了 哎呦口水都要下来了 吃 是啊 大人真的好会吃啊 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很多新品跟大家分享 也有很多重磅的惊喜 那首先呢 先不着急吃一会给你吃 好吧 给你机会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奥利奥呢 为了啊 弟弟 加盟 所以加盟我们这个大家庭啊 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周边礼盒 现场呢 我们让弟弟给我们来拆礼盒 哇 好神秘啊 好神秘 那现在我拆了 来吧 从这开始 OK 看看会里面有什么惊喜 周边到底长什么样啊 哇 帅气 连拆礼盒都是那么的会玩 一步到位啊 一步到位 看看 哇 哇 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奥利奥人 好吃的 嗯 还有一个这个 哎我们看看这个 这就是重点了 今天的重点啊 我们让代言人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好的 有什么 有好多东西 都是限定的 首先 啊 小卡 这是 谁的小卡 这是代言人的小卡 代言人是谁 代言人是我 哈哈 王鹤弟的这个 就是拍利德的感觉 对不对 对对对 什么时候拍的这个 这应该就前段时间 就刚刚新鲜出炉 对对对 新鲜出炉的 啊 所以大家今天拍到 可能要稍微等我们一下 把它寄到你的手中啊 但是真的是新鲜出炉 为了让大家在今天就能够拍到它 哎 我们要不要现场 既然奥利奥都准备好了 让弟弟还原一下当时这个帅照的pose 好不好 好的 还原一张吃一个吗 对 也是非常好说话 一点都不拒绝 来 那你自己打开吧 好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啊 礼盒里面的宝藏周边还没讲完哦 这只是先给大家看的四张 现在这个不需要奥利奥的吧 好的 先来一个准备吃的一个造型 哎 我帮你把它 你放在边上啊 大家可以截图哦 疯狂截图 好 第一张 哇帅气 这是馋了的意思 对不对 馋了 流口水了 好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先拿 拿起来吧 拿起来 好 这手势怎么拿的 这么拿的 请看 王鹤蒂模仿王鹤蒂 好 这是把奥利奥放在胸前 告诉大家 我要准备开吃了 准备开吃了 嗯 这个接着就吃一口 吃一口 嗯 这就是咬 咬着 哇 这个这个有点撩哦 哈哈 哎 你手势要不要还原一下 这个 我手势 是不是有点暴凶的那种感觉 好 来 哇 大家可以疯狂截品 yes 第三张 第四张 第四张是吃完之后 要耍帅那种 嗯 哎 正好 这个 扭一扭是不是 扭一扭 哎 好像是这样 哇 好贴心哦 三 二 一 哦 眼神要不要再还原一下 这种有点狠的那种感觉 哈哈 太可爱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四张 这个 非常帅气的拍利德 也会在这个周边礼盒当中 是的 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拍到都会获得它啊 然后今天我们待会还会有惊喜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接着我们继续看周边还有什么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珠光 珠光卡应该叫 珠光卡 嗯 弟弟可以帮我们 上面有这个浮雕的精致卡片 对 弟弟可以帮我们转一转啊 看到它上面的一些 bling bling的珠光的一些小设计 就随着这个角度它会 嗯 会闪闪的 哇 这个颜色真的好今天啊 嗯 啊 蓝色 经典的蓝色和白色 嗯 好 这是珠光卡 现在已经有六张卡咯 大家数着啊 然后最后有一个 最后 最后的这个 它不要不一样 它还带壳 还要带壳 哈哈 这是什么呢 让带人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 这个好精致啊 这个卡 这是这个整个套系里面 应该算是压轴登场的 一个有着浮雕设计的精致卡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让弟弟找一找 19981220 对 这是一个第一个细节 OK 第二个细节呢 这个编号吗 D 回答整齐 对 所以大家如果拍到 获得这个礼盒当中的 这些周边的宝宝 这张卡的编号 它是独一无二 哦是吗 所以我拿到的是第一张 对 这张你带走 然后后面的朋友拿到就是02 或者03 对 往后排 看看大家会拿到什么样的号码 比如说1220 1220号 对对对 1998号 能限这么多吗 那不止这些 OK 所以大家 就只要你能拍到 今天都会有机会获得 今天我们这个 完新天团礼盒 在这个购物袋里面 右下角 辛苦大家找一张 如果你拍到这个礼盒 就会获得刚刚弟弟给大家展示的 七款不同的小卡 包括我们的 派利德 珠关卡两张 派利德四张 还有限定的编号 浮雕卡一张 一次拥有所有 嗯 祝大家能够有这个好运气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礼盒的套组 谢谢大人 还帮我们收拾好 可惜可惜 然后接着我们给大家看 再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 这是刚刚那个 199的板子 再借我一下 嗯 来 这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199的这个礼盒当中 完新天团礼盒当中 你会获得的 包括我们的宝藏单品 奥利奥 然后还有我们的礼物 然后接着呢 如果你今天拍的是 159的这个宝藏礼盒 今天会获得的 包括 哎 这个周边又比较不一样了 我们现场也有食物 我们让弟弟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好的 哎 我觉得品牌真的好用心 是的 每一个周边都很有创意 哇 这个就有点 这个是plus 对 刚才是mini 雷射卡 plus 嗯 哇 这个就是放在工位上 嗯 放在这个办公桌 或者写字台上 真的非常 让人很提神啊 很开心啊 是是是 你们提神了 我尴尬了 哈哈哈 工作业绩特别好 然后接下还有什么 让弟弟给大家看一下 哎 也有珠光卡 嗯 珠光卡还有两张 然后是不一样的造型 OK 啊 哇 有个灰章 这很酷 哎 这后面是可以别别到衣服上啊 别到那个 弟弟方便戴上吗 可以啊 我可以戴里面的T恤上 好嘞 哦 别扎着自己啊 没事 你是不是戴反了 哈哈哈 来重来一下 没看到 没看到 再来一下 强行把它掰过来 对这是我们一个有着大写地的这个徽章啊 大家今天如果拍到159的闪耀完星乳捞蛋糕组合 都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周边 然后有这个 哎 帅气 然后除了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有这个超大的plus镭射卡 然后两张珠光卡 然后还有弟弟身上同款的这个徽章之外呢 还有两张透卡 但是透卡呢 因为制作工艺比较的精致 我们不在这展示 给大家当做一个惊喜 你收到的时候就会看到它了 好的 嗯 弟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这些小卡 如果是你自己 你会放哪里 刚刚提到就是放 办公桌吧 啊 当一个装饰啊 那如果内向一点的 比较害羞的 放哪里 手机壳后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钱包啊 什么的 对 啊 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放哪里 放在家里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喜欢弟弟的小卡 就可以把随身携带 或者放在 你觉得能够看到 让你每天很开心的这个位置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好运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先来一波惊喜 刚刚不是介绍了那个 呃 拍立得吗 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 抽送四张 弟弟亲签的拍立得 这个是还没签对不对 签好了 签在后面 弟弟给大家试一下吧 哎呀 帅气的 刚刚现场签的哦 所以想要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点击屏幕上方 我们会出现一个礼盒的logo 然后大家点击它 就可以一键发送口令 你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然后中奖的名单 会在三分钟左右 给大家来开奖 希望大家都能有这个好运气啊 那么也请弟弟 哦 已经来了 哦 大家可以点了 嗯 发送口令就可以了 好的 把它先收起来 一会儿如果没中假没关系 咱们的口令要 口令它默认会发送 OK 点击之后默认会发送这个口令 没问题 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好运 那弟弟再给我们来一波红包雨 好不好 没问题啊 那我们准备一下 红包雨安排一波 听代言人的口令吧 哎 那我倒计时了 嗯 三二一 红包雨来了哦 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红包雨 然后去拍到弟弟同款的奥利奥啊 弟弟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在昆明 对不对 刚刚已经有宝宝猜出来了 昆明你知道它有什么特点吗 花 花朵 是吧 四季如春 阳景观有没有机会去逛一逛街道 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的有一个现场场景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花 你都看到什么花了 那天应该看到是樱花 樱花已经开了 好像是 哇 所以真的很美啊 大家可以春天的时候 然后还吃了吃了些花 鲜花饼 对鲜花饼 然后还就是那个叫什么 这边就是春天这个季节吃的一个 把它和蛋煎在一起吃的一个 把花放到 对对对对 和煎蛋一起吃的 然后有吃吃了两种花 吃了两种花 那今天现场还可以再吃一种花 就是我们奥利奥的春季限定花朵 哇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滴滴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有各式各样的花 花纹啊 花纹啊 嗯 有什么 这个应该是桃花吧 大家镜头上能看见吗 哎 桃花 桃花的饼纹啊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还有 这个应该是四叶草 四叶草 这是郁金香 郁金香 郁金香 各种各样的 啊 这个是春笋 对吧 这应该是烟花 对 各种花 烟花都算 哈哈 烟花也是花 也是吧 嗯 所以大家拍到我们春季限定的奥利奥 就可以拥有不同的秉文 其实也跟朋友分享 是的 很有仪式感 春天的感觉 那 到这个重要的时间了 我们请代言人现场 帮大家品尝一下 没问题 我吃哪一个呢 随便 哎 你不要 像抽盲盒一样 闭眼抽一个 我给你打乱了 哈哈 好 来 有请 哈哈 直接把它吃了 都没有看到图案 哈哈哈哈 一半了 还剩什么图案了 这个应该是 笋 啊 春笋 春天的笋 嗯 就是这个 吃起来整体还是奥利奥那种 酥脆的口感 嗯 但夹心的部分呢 就是酸酸甜甜的 给人一种很清新自然的感觉 啊 就很像春天 哈哈哈哈 他也会说了 我们代言人 酸酸甜甜的 因为我们这个 啊 春奥的这个主打的一个口味啊 就是阳光柠檬啊 所以就像 啊 弟弟说的一样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啊 嗯 来别光顾着吃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我们给弟弟准备了一个六款不同饼纹的这个道具 上面有六个奥利奥 嗯 怎么玩呢 哎 你可以喝口水啊 吃完 没事 然后你现场呢 把它用十秒快速记忆的方式把它记住 一会儿我给它翻过去 然后你要还原每一个花的位置在哪里 好不好 倒数十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四 哈哈哈哈 再给你五秒 五四三二一好 我给你转过去了啊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可以喝口水啊 ok好了吗 弟弟你今天早饭吃了什么 等会儿 第一个是桃花 你刚刚早饭吃了什么 第一个是桃花 哎 你刚刚说那个花里面加鸡蛋 那是第二个应该是淤金香 哈哈哈 来 揭晓第一个 第一个是桃花 桃花 对吧 回家正确 第二个是淤金香 看一下 淤金香对 第三个第三个是四叶草 弹幕快帮帮弟弟 谢谢草 不需要回答正确 啊 第五个是什么来着 第四个第四个 还没到第五个 还有 等会儿等会儿 呃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跳着来可以 最后一个应该是那个 春春芽 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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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厉害啊 那还剩下 这个这个应该是 排除法开始 哈哈哈 啊 还剩下春笋和李花 春笋和李花 这个应该是李花 哪个是李花 我们刚刚这个 呃 春 春奥的一个礼盒 马上呢 我们会给大家准备 十二份 没错 玩新天团的礼盒 大家呢 现在也可以很简单 直接点准备屏幕的这个 这个礼盒的logo就可以 一键发送评论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抽取 十二份 啊 把这个礼盒 包括里面刚刚介绍的 七个不一样的 弟弟小卡周边 一起送给你 好吧 我们准备一下礼盒了 请弟弟帮我们倒数三个数 没问题 三二一 礼盒来咯 大家赶紧去点哦 总共会有十二个朋友 好 一键发送评论 我也参与一下 哈哈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好运气啊 然后我们也同样给大家来一波红包鱼 好吧 辛苦 弟弟帮我们倒数三个数 三二一 好 红包鱼也来了 抢大的朋友 恭喜大家 今天都能够买得开心 然后用这个更多的优惠啊 去get我们弟弟的同款 下面要问弟弟一个问题了 其实 请讲 做演员 很多时候在剧组 是不是没有特别规律 能够吃到正餐一顿一顿这样 嗯 对 有时候其实确实是要根据那个拍摄的 这个节奏进度啊 然后来这个决定吃饭的时间 那你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小饿了 或者是突然一下想要补充一下体力 那当然是要选择我们的奥利奥云朵蛋糕 来作为这个就是快速补充能量 然后包括平时可以就是早餐呀 哎 这种搭配牛奶食用 对 这个云朵蛋糕我自己特别喜欢 所以我最近也是在片场饿了 就开一个 因为它松松软软的 是的 然后你咬下去之后 你就感觉自己就是非常治愈 而且它讲真的虽然看起来它是这么一个 很 看起来热量很高的样子 对 但是我们奥利奥在里面的这个选材用物上面呢 都是非常的健康 零反式脂肪 而且它一枚呢大概也就才100大卡 100大卡 所以当早餐啊或者是下午茶 你会一般会搭配什么来吃它 那肯定就喝牛奶嘛 喝牛奶 这样 早餐喝牛奶 下午茶喝个咖啡 对 喝咖啡 然后就是它这个啊 就是馅料是一口下去是非常的松软 嗯 然后就和它名字一样云朵般松松软软 用这样一个美味的小甜点开启一天 相当的nice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夹心 它是经过千次打发 所以你在咬的时候真的会有爆浆的感觉 无论是草莓味的啦 桃子味的啦 都会非常的让人感觉就吃得很开心 是的 玩心打发 你比较喜欢哪个口味 我比较喜欢 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草莓味吧 草莓味 我们现场吃一个好不好 没问题 拆一个吧 草莓味 我们让弟弟给大家品尝一个草莓味的云朵蛋糕 如果让你随意发挥 你想要创造一个创意一个什么新的口味 我其实特爱吃巧克力口味的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这个 如果能有一个巧克力口味 应该很不错 巧克力口味的云朵蛋糕 好不好 红包雨之前呢 给弟弟一个小任务 边吃边玩好了 我们准备了 刚刚弟弟说到 他很喜欢黑白配色的熊猫 我们准备了这个 你不要先搅下去 没关系 来 我们准备了这个云朵蛋糕 跟熊猫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熊猫 对 你帮我们把这个熊猫的表情包画上 好吧 他没有 目前是没有表情的 我尽力一试啊 好吧 毕竟 没画过 对对对对 我们看看弟弟会完成什么样的创意啊 自由发挥 三只可爱的熊猫 趁弟弟画熊猫 哇 很认真啊 很有匠心的感觉 一看就是画了十几年的 手艺人 别逗 我需要手抖 看看弟弟会画到什么样 我们刚刚一轮的这个礼盒的名单 已经公布了啊 看看大家有没有获得这个福利 有没有剪刀啊 这个感觉口 有剪刀吗 我们这个口 是不是 不是很顺畅 不是很丝滑 现在没有啊 没有 好吧 不好意思 为难您了 要不还是我们用手 手试一下 瞪他一下 小心一点 啊 OK OK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奥利奥品牌代言人 王克蒂 现场创意完成 我感觉 泡完这个要给熊猫们道歉了 不会 熊猫的表情其实也是千变万化的 很萌的 今天现场看到弟弟变身甜品师 然后这个挑战 如果待会评论区的宝宝觉得这个挑战过关 你们说了算 我们就给大家再送一波礼物 好吧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刚刚没中奖的宝宝 还有机会 哎呀 每个都很有深意啊 好了吗 好了 敬意了兄弟们 请弟弟帮我们转过来展示一下 哇 熊猫天团 很有春日的氛围 每个都很有态度 一一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吧 从左到右 画面走左边开始 这个就是 就是平常状 平常的一个表情 普通版 放松的一个熊猫 对对对对 本来就是想坏一下那个 就是小嘴 然后就这个 中间呢 这个就是一个坏笑 外嘴坏笑的一个 很酷的一个熊猫 然后这个就是 最右边 上上的 被老板压榨的那种 极需要一个奥利奥 对不对 我们让弟弟跟你的作品同框一下 好吧 没问题 来大家可以解课哦 看看我们弟弟跟他的三只可爱的熊猫 来我们往中间一点 来 你爸爸把他捧开手心 好 三二一 疯狂截图 你还原一下这三个表情吧 好吧 从左边开始 看这个机 这个机就远 好帅气 第一个表情 面无表情 第二个表情 第三个表情 压力好大 太棒了 谢谢 所以大家过关吧 我觉得太过关了 我们代言人太棒了 现场给大家分享了三个可爱的熊猫 那这样 我们给大家再来一波抽奖 这一波呢 要抽的是 刚刚抽了十二分 完新天团 这波我们抽 十二后面通常要跟 二十吗 二十 为什么呢 这个数字比较熟悉嘛 大家都比较熟悉嘛 也很吉利 对不对 生日嘛 所以我们给大家送二十份 这个接下来这个礼盒 给大家送上我们的 冰分宝藏礼盒 大家可以一起来点击我们的 礼物logo 会在屏幕的中间出现 一起 眼睛不要眨 然后自动发送评论 三分钟之后来揭晓 这二十位 幸运的朋友会是谁 祝大家好 手提 大家冲冲冲冲冲冲冲 那弟弟要不要给大家 再来一波红包雨 没问题 来吧 说来就来 三二一 下 说下就下 红包雨来了 好 今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玩心这件事情 其实弟弟有没有发现 其实生活当中 包括我们身边 有没有很多你的朋友 或者你观察到的人 他已经忽略了 玩心这件事情 其实 我觉得就现在大家 就是工作可能 就是会比较饱和 生活节奏也会很快 然后在这种高压力 高强度的 这个情况下 就是有 都没什么空闲的时间 可以去玩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 为什么希望通过 今天这个直播 通过我们奥利奥的 这个春奥的新品 就是唤醒大家 其实我们小时候 都知道怎么玩 是的 只是后来被工作压力给 耽误了 对 客观因素太多了 现在就是 所以我们 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 代言人王赫定 一起找回 你真正的那份玩心 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很多惊喜 下面呢 我们就请弟弟一步到 我们下一个区域 跟你来分享一个 很有玩心的艺术作品 有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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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画面中大家看到呢 DDK到画面前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当代白子图 可能如果有一些 绘画了解的宝宝知道 白子图是 历朝历代都会有 关于当时的小朋友们 他们玩的一些有趣的玩意儿 我发现这上面很有意思 是它上面 就是虽然看似是一个古风的话 但是 里面的这个内容 都是就是现在的一些东西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这有人在打球 打篮球的 打篮球的 对 还有什么 然后踢足球的 踢球的 大家在这个 吃盒饭 然后还有饭后甜点 是吃的奥利奥 哇 你一下就发现了这个 小彩蛋 在吃奥利奥的宝宝 是的 然后你看这还有打武术 还有摄像的 还有这个彩平衡摄的 对 还有在拉琴的 还有这个演奏 就很有很有趣 这幅图 对 所以这是一个当代的白子图 通过很多当代的玩意的手法 让我们看到 哎 小朋友 还有拿点奥利奥游泳 哈哈哈 真的很好 你发现当中有一个人 他有点眼熟吗 你再找一找 嗯 有一个帅小伙 嗯 他面朝观众 离你很近 嗯 离我很近 对 不会是他嘛 哈哈 看看这个可爱的帅小伙 有没有觉得一点眼熟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他不会是 画的我吧 哈哈 回答你自信一点 他画的就是你 真 哦 我们的画手 艺术家老师呢 哦 灵感来源他 要请你拿在手上 哦 给大家见证一下 嗯 哦 哇 这个戴着一个龙年的 一个帽子的宝宝 手上拿着奥利奥 哎 像不像我们弟弟 小时候的模样 好有趣啊 龙媒代言的 嗯 你认可吗 这个 我认可吧 哈哈 我认可吧 必须认可啊 啊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给弟弟一个小惊喜啊 我们看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 哎 这就是我们代言人 来到了白子图当中 行 把奥利奥 我也是这一百个之一了 对的 百分之一 是你把奥利奥带给了他们 啊 啊 没问题 真的 好羡慕他们 好羡慕 卖给他们 让他们来直播间 然后赚一笔 太棒了 我们代言人 招财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啊 这样的艺术作品 找回我们 啊 中华文化 对 很多传承的美丽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来宾 他也是一个朝外艺术家 他叫做花壁老王 今天呢 也带了很多 好玩的玩具 啊 跟我们自己一起来分享 有请 花壁老王 跟大家问好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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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好 老王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老王怪怪的 哈喽 王哥给我们介绍 我也是 哎你好 你好 我也是王哥 啊 哎 我们请两位王哥 王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准备了什么样有趣的玩具 好的 其实 我觉得古代人其实才是最会玩的 因为我们 在通过古代人的这个玩性啊 再结合奥利奥的这一个 呃 品牌 思维 嗯 那这一次我就给他重新设计了这三款玩具 哦 你新设计的三个玩具 那这配色上面呢 我就使用了我们奥利奥最经典的黑白配色 黑白配色 嗯 那给弟弟介绍一下 第一个玩具是什么 你说到重点的 那我们第一个先来看我们的 那么第一个鲁班索 对 嗯 他就是传说中的鲁班索 对 我这感觉 这可以拆开的吗 可以拆的 但是他很难 很难 很难拆开是吗 对 因为他他是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 呃 损毛结构 损毛结构 嗯 你别说真无从下手 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 珠子对不对 对 带走 我可以给你一个 你带走 带走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 其实就是 我们在呃 拆开他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吃奥利奥地步 是有关系 扭一扭 哦 扭一扭原来是他 是他扭还是我扭 都一起扭 要一起扭 来听张言扭一扭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玩具 就回去慢慢研究 这感觉一时半会解不开 好的 第二个 第二款是我们的七桥班 嗯 对你玩过吗 七桥班 我应该是玩过 但是就是可能 来我帮你弟弟打看 嗯 现在不太常见了 好像小时候 但小时候配色是 更花里胡哨一点 啊 对 今天我们是一个奥地奥配色 就是可以把它 哎 弟弟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里面还会有一个 bling bling的一个闪片啊 嗯 这个就是一个流沙款 七桥班 流沙款 嗯 这个很适合许奇安 哇塞 对 哈哈 是哈 七桥班嘛 七桥班 许奇安 哎 带回去 好 也归你了 谢谢王哥 第三个王哥还有啥 第三个是一个 你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为什么 你千万别捧伤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掌握 我们身体平衡的一个 啊 空竹对吧 空竹没错 他也叫响铃 那这玩的时候会响声啊 我会吃 杂响铃 来我们请弟弟 表演个杂响铃 哈哈哈 这来我们到前面吧 好好好 我们准备了一个 老王带的这个玩具啊 这个玩具 哇 这个有点难哎 哎 弟弟玩过吗 我没怎么玩过这个 嗯 哦 嗯 哎 哈哈哈哈 还可以还可以 哎我们要不要 这有什么要领吗 王哥 王哥你会玩吗 还是你也只是会说而已 哈哈 我其实在做的时候也其实觉得 因为这个平衡力挺难的 啊 我们应该在家里要多练习 那就是啊 所以你你只会设计 你也不会玩 玩我也有玩的 哎 我们让王哥来一下 那我来一下 来 哈哈哈 设计师 有请看看王哥到底是真真会 还是假会 然后我们再让有可能是假会的 弟弟来来感受一下 有可能是假会 王哥也是奥利奥配色 嗯 很用心 潮人果然是 哎呀 直接动手了 来了啊 弟弟你再走要出话 哈哈哈 来 又卡了 啊 也就不过如此嘛 哈哈哈 开玩笑 不掉地上 挺难的 我觉得不掉地上 很难 这个 这个也有点像奥利奥吃的那个第三步 泡一泡 泡一泡 就是要把它就是不停的抛接的一个过程 弟弟你再尝试一下 先我再挑战一次吧 嗯 但是确实 是有点难度 没什么经验 嗯 哎 哎 还有点意思啊 可以 好 好完美的泡到了牛奶 哈哈哈哈 哎 我们给给给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啊 一个啊 对啊 我们还是来看设计 对 实操上面 咱们还是就看看一下这个设计 实操上面慢慢玩 不着急 嗯 所以一个黑白配色的 黑白配色的 我们今天的花壁老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玩具礼盒 哎 在我们身后 弟弟可以我们推回到舞台后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寻宝完新的礼盒 谢谢今天王哥给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玩具 弟弟让你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画面吗 会会会这些就感觉就是咱们传统的一些玩具 然后你小时候也会进到的 你现在生活中还会那个走进玩具店 然后有时间去 可能现在更 呃 啊 非常帅气的 我们这个寻找完新的礼盒 然后我们今天呢 待会儿会让弟弟在这个礼盒里面 签上名 啊 放上这个签名的小卡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给他抽取三位 就会获得这三个礼盒 里面就会有 很精致的三样 嗯 玩具 再给大家复述一下 有什么 鲁班索 鲁班索 这个 七桥板 七桥板 还有我们的空竹 空竹 对也叫空竹 也叫想林 对 我自己混了 都是他 再次谢谢我们今天嘉宾老师 谢谢王哥 鲁班老王的分享 王哥谢谢你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慢慢的找回这些玩新 然后马上礼盒就来 大家叮着 盯着屏幕啊 记得去点击 然后允许这份三个弟弟亲笔签名的礼盒送给大家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不管几岁 玩新万岁 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传统的好玩的东西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 弟弟在这个生活当中 他会怎么去热爱 怎么去挑战 马上呢 我们再次为大家热烈的请出我们奥利奥品牌的CMO Grace女士跟我们分享 在未来我们的奥利奥会和王鹤弟一起怎么来玩 有请Grace 感谢大家 同时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一个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你 还有礼物啊 姐姐每次一上台我就有礼物可以送 美梦成真弟弟 你刚刚收拾了 我刚刚在白子图当中找到的小男孩 哇 我们订制了一个玩新手办 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玩新 谢谢谢谢 哇这个太用心了 这是从二次元进入道的三次元 真的走进了现实 我们看一下他的细节 手上也拿奥利奥 对 然后他身上衣服 奥利奥穿的也是奥利奥 我好想好想见弟弟穿这个铜款 像这样拍一个 这这线上的朋友大家可以留个言啊 这个弟弟跟我们品牌奥利奥都会严肃 认真的考虑这个 考虑这个这个 course 好不好 我们拿个那个奥利奥过来让弟弟拍个铜款post 像这个可爱的这个手办一样 我们让弟弟拿一个在手上 然后还原一下这个 然后也让Grace拿一个 谢谢请公众帮我们把 耶 看着镜头 我们让弟弟跟这个白子图当中的宝藏男孩 阳光开朗大男孩 一起来开始我们的 不管几岁玩心万岁 一起寻找生活当中好玩的事情 太棒了 所以这个礼物也要好好地收好 当然当然 有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这个他应该就是会陪伴我到 就是先陪伴我这个 在剧组的生活了 然后再把它带回家里面放好 收藏起来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说不管几岁玩心万岁 但是我们希望其实借由这样的一个机缘 跟Grace跟弟弟分享了很多 奥利奥传达给大家的玩乐的精神 但是我相信直播可能是短暂的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跟大家讲完之后呢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 拿起奥利奥的时候就能想起这种玩心的感觉 弟弟还有什么话 想跟今天守候在直播间的朋友来分享的 想说就是和咱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无论是工作也好 还是平时生活也好 都带着一个玩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然后会让自己的就是这个状态开心起来 然后放松起来 然后也祝就是我的兄弟伙们 今年和我和奥利奥一起玩起来 玩出不一样 耶 太棒了 我记得弟弟在这个开年的时候 去了NBA打球 然后大家自己说 2024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开年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昆明跟奥利奥一起 其实就是2020年一个奇妙的开春 因为春天到了 而且马上4月了 所以我们借着这份喜庆的感觉 也把这份玩心这份奇妙的喜悦 分享给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 再次谢谢我们的品牌代言人王鹤蒂 谢谢 也谢谢GRACE 谢谢两位 谢谢 这两位休息一下 我们 拜拜 下期再见咯 谢谢弟弟 谢谢GRACE